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兼顾了一些交易品种和跟单策略的一些全球的多样性 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叫策略筛选机制和人工智能的算法系统 那么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解决了跟单用户的信息过剩的问题 可以提高跟单的效率 主要是这两点有不同 好的 那针对当前的社交跟单平台你有什么看法呢 目前的这个社交跟单平台呢主要分为两大类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基于这种欧美的经纪商的基础上 去增加了一些这种跟单的功能模块 或者说一些工具 那么投资者呢在这个经纪商的账户的基础上 可以跟随本平台的一些交易信号 然后呢在欧美里面相对比较成熟 那么第二类的话呢就是近几年在亚太区兴起的比较快的 这种叫社区跟单的这种平台 那么这种平台的话呢一般是跨平台的方式 就是不同平台的这个用户可以对同一个信号源进行跟随 那么这两类这种模式呢应该说各有千秋 都有相应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那么对于这种经纪商这种模式的跟单来讲的话呢 第一它的这个交易系统比较成熟 因为是海外欧美开发的 而且用了很多年 所以呢从这个平台的稳定性跟单的速度 然后呢这个点差的平衡方面都做的相对比较好 但在欧美用户中呢也有一定的积累 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在这个亚太区的本土化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包括中国针对这个中文客户的一些一些这个本地化做的不太好 那么它是完全移植了海外的那一套 比如说交易产品和交易策略 那么对于中国或者说亚太区的这些中文用户的这个使用起来会觉得 不是很习惯 因为使用习惯不一样 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做很多的这个本土化的专门的设计 只是做了一些语言的翻译和介绍 所以呢对于亚太区的客户使用起来的话就不是很方便 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近几年兴起的比较快这种社区更单的方式 那么很多的公司无论是本地的公司 还是一些亚太区的公司都有在做 那么这类平台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毕竟是跨平台 所以呢它呢它在平台的稳定性 然后呢这个成交速度 还有这个点差平衡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之前呢我也做过一些调研 包括我跟很多的技术同事的也沟通过 那么在短期呢这个技术问题还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 而且呢这些平台的话呢 它们做差异化竞争 既然呢它们从技术上来讲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呢它们就做一些差异化竞争 它们主要主打的是社交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们会鼓励这个用户在这个平台的活跃度 所以我们看到它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会模仿 比如说像Facebook呀Twitter呀 像这个国内的微博呀甚至微信 你进来之后呢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碎片化的信息 比如说发的帖子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大V呀 这个意见领袖啊 包括好的这个交易专家投资专家 会发布一些的观点 那一方面就是一种类似微博式的 比较短的这个字数的碎片化的信息 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有效或者有用 而且信息过多对吧 我明明看不过来 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 它会有非常长篇的这种分析报告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 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去看 然后呢他们就特别的鼓励 这种社交的模式 比如说去加好友 去评论去转发去分享 然后再去邀请新人 通过这种方式去提高这个社交平台的活跃度 那在我看来 这个社交跟单这里面呢 其实社交是一个伪命题 就是客户进来 其实呢他是想 不通过自己去做交易 或者说给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 我直接去跟随就可以了 客户目的是赚取收益 客户的目的并不是来这跟你去社交 对吧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呢 这个它违背了我们去做这种跟单平台的一个初衷 我们这个初衷就是希望解放投资者 不希望他呢去花太多的时间 自主去学习在这里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我们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这个创新吧 做一些单独的设计 好的 那针对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您刚刚也说做到了 做了一定的创新 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刚刚我讲的啊 就是这两类的跟单的模式都各有千秋 对吧 那么海外的系统比较成熟 但是本土化做的不好 本土化的话呢 可能系统没有那么成熟 但是本地化做的不错 而且强调了社交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呢 就是兼顾这两者的优势 就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团队 是本土团队 所以他非常了解亚太区用户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那同时呢我们跟这个海外比较成熟的交易系统的提供商去合作 我们使用他们成熟的交易系统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一方面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满足亚太区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习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比较稳定的系统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在这个交易产品和策略上 我们也做了一些本土化专门的一些这个研究和设计 因为我们知道亚太区用户 他们可能关注了交易产品和策略和欧美用户是不同的 因为文化啊各方面的差异 所以我们再去筛选一些策略进驻平台的时候呢 我们会重点的筛选适合亚太区的客户 就包括交易品种 包括一些策略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要兼顾一些国际化 因为有些客户他是对东西感兴趣 有些客户他可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要兼顾一下这个产品的多样性和策略多样性 那么这里呢我可以顺便提一下 我们跟这个欧洲的著名的社交投资平台 这个安逸永投有达成这个战略合作 那么他们呢也是新加坡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那么他们平台上有很多欧洲和中东的一些交易员 包括一些好的策略 我们通过跟他们合作可以逐步引入 就是一些欧洲和中东的一些交易员进驻到我们平台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策略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叫做这个策略的筛选机制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 这个亚太区的这种社交投资平台 或者跟单平台 他们其实没有做一个限制 就是我人人都可以注册为交易员 我去这个平台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呢我把我的历史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展示了 然后就可以让别人去跟随我 这个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做这个跟单的目的是帮助投资者去盈利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选一些好的策略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一个筛选机制的话 人人都可以注册为交易员 他就有好有坏 而且大部分其实这些交易员的交易质量和这个交易的水平 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就会提供很多这种过量的一些信息 而且是无效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策略的筛选机制 我们专门制定了一个叫策略筛选团队 这个团队呢会对你的这个注册了这个交易员的历史的交易业绩 然后通过跟他的这种沟通 比如说是电话或者是一对一的访谈 了解到他真实的交易的思路和策略 并且呢他真正进驻到平台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定期的评估 这个评估不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呢 就会被淘汰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我们是不断地去留下一些好的策略 那为了去实现这个的话 我们还做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 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系统 我们把它叫简称 英文简称叫EFT Easy Follow Trading 通过这个系统的话呢 我们可以定期的对策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评估 给他去打分 然后呢这个根据分数的评级呢 我们去给用户去做推荐 而同时呢有这个系统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一个用户的习惯 比如说用户喜欢跟哪一对的策略 或者用户呢对哪一个类策略呢比较满意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地 将策略和用户进行一个这个匹配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三点创新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呢这个平台的一个 就跟单平台的一个收入的分成的方式 和现有的这个跟单的平台有比较大的区别 现有的这种跟单的社区 基本上他们的策略提供者或者交易员 是直接分这个交易的佣金的 也就是说他交易的越多 跟随的客户越多 跟随客户的交易量越大 他能够分的这个佣金越高 对他来讲的话没有一个说 一定要这个策略盈利 或者说对他策略本身的盈利状况 进行一个评估 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跟这种策略的提供者或者交易员 是两方面的收入分成 一方面的话呢叫这种跟单的一个跟随费用 他有点像这个基金的管理费 比如说我们买过基金 他会有一个基金管理费 对吧 好那么这个管理费的话会每日计算 会定期计题 可能是每一个月结算一次 或者到你退出取消跟单的时候 一次性结算 所以呢对于这个策略提供者 一方面的收入是来自于这种跟单的跟随费用 就类似基金的管理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把它叫做盈利分成 就是他去提供这个策略 帮客户赚钱 那么把赚的这一部分盈利呢 我们去提一个比例 分给这个策略提供者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就保证他的这个利益 和客户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就他才有动力去帮客户去赚钱 去盈利 那么通过这样 这个有点像基金的这个业绩报酬 然后我们采取的也是高水位的提供方法 就是一定要帮客户赚到钱 他才能收入 如果他帮客户赚不到钱 他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通过这个 就是策略提供者的一个 收入的分成机制的改变 我们更好的让他去为用户服务 也刺激他不断的去开发 或者优化这个已有的策略 开发新的策略 这个是我们做的几点创新吧 好的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 银一头APP在本次展会上 着重推出了资管业务 那能否大致介绍下这方面呢 这个海外的资管业务 也是基本上是基于这个策略筛选机制 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策略筛选团队 和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算法 我们可以匹配到说 哪些用户对哪些的策略比较感兴趣 或者更容易帮我们去筛选出一些好的策略出来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为客户去推荐策略 更好的服务 所以呢 我们在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去招募好的资管团队 好的这种策略的团队 你有这个策略 如果你没有资金 没有客户 没有关系 你呢可以进驻到我们平台 然后呢把你的策略置入到平台 当然你要满足我们的一个筛选 一个评估的标准 满足我们标准之后 我们可以重点的去给你去引入客户 去做这个引流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本身 我们有很多的用户 我们也知道用户每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们就有人工智能的算法 我们知道用户的需求 然后呢就可以给他去推荐 推荐相应的策略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不断的激励 这个更多的策略进驻到我们平台 而有更多的优秀的策略 进驻到平台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吸引客户 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正循环 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 比如说借助FX168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就是希望能够引入更好的一些 策略提供团队 或者资管团队进驻到我们平台 当然了我们还针对更好的策略 我们有更好的一些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的盈利分成的比例 都可以做相应的调整 因为最终呢只要客户同意了 这是一个多盈的事情 基本上是这样 非常感谢赵总 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呢 大家会对当前 社交更单平台的现状 以及它的优势和缺点 以及盈益投APP 针对上述不足 它做出的四点创新 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